嗨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 对于买房,很多人都有一些忐忑,他们并不是没钱去买,而是不知道未来的房价走向。 如果自己这边刚买房,过两年房价暴跌,那不是哭死了。 但是,如果自己不买房,过两年房价暴涨,自己也是会后悔的。 那么2019年狠心买房的人,五年后到底是亏还是赚呢? 专家的分析说明一切。 大家又知道,在明年我国将迎来第七次人口苦茶。 这次苦茶将会把大家的住房信息一同记录。 专家表示,这是为了房产税做准备,到时候房子越多的人缴税越多,炒房客都会迫切希望找到接盘侠。 但是这么多炒房客同时出手,将为楼市带来一波强力的打击,到时候房价不降也难。 只是一线城市外来人口多,资源又有着十分的优势,房价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波动。 对此,大家有什么其他看法呢?欢迎在下方吐槽留言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,感谢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